老人家呀 虽然已经八十高龄了 但是他跟我们在一起 每天他在房间呢 有时间的时候 他就做笔记 这老人家字写得很好 他在读什么呢 人人都学弟子规 就是中央党校 人登地人老的那本书 他天天都做笔记 他跟我们讲 他说我要第二次重新做人 重新学传统化 我的生命已经重新开始了 我们祝福老人家 谢谢 慢一点 这些东西啊 我们都给老人家保存好 包括他的这些带子 这些垃圾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们请老人家 上台的时候穿上 因为这已经成了 教学的工具了 都国外父老伤心 身体健康 再见 好 谢谢他 慢一点啊 你们的福祝 你们的福祝 不是一言所能描述 你们的声音 给了我们多少感悟 为了文明的传承 为了天下的和睦 默默的福祝 默默无私无怨 无悔的风情 请坐 我们下面这个采访 嘉宾也是一位老人家 今年快七十岁了 那么这个采访 每次都是老人家的儿子 先上来做汇报 那么这次 儿子在家乡 照顾一些事情 老妈妈来上台来讲 她的儿子今年已经四十五岁了 那么命运特别坎坷 做了很多的措施 对父母不孝 真正叫打爹骂娘 拿刀捅自己的父亲 后来还卖假药 还要杀死自己的妻子 做了很多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学了传统文化 这个人就发生了改变 她汇报完之后 很多观众就要问了 说这个人呢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谁教的呢 所以这个老妈妈 快七十岁了 上台来向大家来汇报 那个孩子就是她教出来的 她是怎么教的呢 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呢 灾难都有根源啊 人生的痛苦啊 都有种子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开始采访 这个缘由 这个讲台很像是一个中医的诊所的 那个看病的地方啊 什么病情我们来了 拿弟子归 古圣先贤的教导 一对招 哎 马上就能发现 那么请问呢 小的时候 您老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我不敢说我上台来汇报 我是来上台来忏悔 因为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过去我做过很多坏事 很多不道德的事 因为我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传统文化救了我的命 所以我要感恩 我上台来先说一说 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我过去种了很多恶的种子 也结了很多恶的果实 我从前在小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七岁 我就和我家邻居一个大小子 就是跟他学淘宝 偷人家的钱包 那个时候您多大年岁 我那时候是七岁 七岁 小女孩 是 偷了多长时间 偷了有一年来的 一年多 有一年多 后来呢 就是被警察就抓住了 那这个钱都拿到您手里了 没有 因为我那时候小也不 我觉得我不会花钱 都被这个小伙拿走了 每一次都是 钱一到手他就拿走 就等于是啊 帮别人呢 来偷这个钱包 是 那爸爸妈妈知道了 什么反应呢 后来被警察抓住了 完了就 我因为小 没受什么处分 给我送到家里 父母看了 知道以后 就是过去根本就不知道 后来知道了以后呢 把父母都气坏了 父母重重地打了我一顿 这个事情就是对我 对于我来说 就给我 给我这一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就是从这开始 我一直就是 没做过什么好事 一直就做恶事 伤害别人 坑害别人 那么您后来上了学 在家里也不听父母的话 那父母以后是怎么管教的呢 后来我上学以后 也不好好念书 不听父母的话 我也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后来那个父母 因为都多病 年岁也大了 后来就都去世了 那就是说您在挺年轻 挺小的时候 就没有人管了 没人教了 不爱念书 后来就退学了 就爸爸妈妈早很早就去世了 那然后呢 后来我就是那时候是十七八岁 我就没到结婚的年龄 就是通过别人介绍 我就结了婚 有了孩子 很早就结婚了 是 那么到哪里生活呢 结婚以后 那个后来就下乡了 下乡以后生活很苦 很苦 您是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呢 我人都没做好 我不会教育孩子 也不会当妈妈 有一次我就和我儿子上 就是上市里 去在火车站 我看到一个包 我就让我儿子到 就是把这个包拿过来 因为我过去是有贪心 也太不要脸了 所以做了很不道德的事 就是说 就是说您看到 在火车站您看到 放了一个一个包 是别人的 您让儿子去把那个包给拿过来 您当时没有觉得这是交给孩子偷盗 我没有那么想 我就是想把那个包占为己有 就是太贪心了 不知道那是犯法 那个时候您的儿子几岁 我儿子那时候不到十岁 不到十岁 九岁 我们这个采访啊 很多的观众啊 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 说呢 你们这里边很多的汇报都很好 唯独啊 这个魏老妈妈 她的汇报啊 我们觉得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 我们再糊涂 再不会当家长 也不会交给孩子去偷别人的包啊 那怎么可能呢 各位观众啊 我们是怎么回答的呢 今天 很多领导 很多学校的老师 包括 尤其是家长 就跟当年这个魏老妈妈一样 怎么样呢 天天交给孩子去偷盗 我们说完这个话啊 那几个提问题的观众啊 很不理解 我们怎么会呢 我们就来问 什么是偷盗 他答不上来 我说偷盗 在传统文化 古圣先贤的教导定义啊 非常准确 清楚 叫什么呢 不予取啊 这个叫偷盗 什么叫不予取呢 人家没想给你 没想给予你啊 你给他取回来 你给他拿过来了 这叫什么呢 不予取 这叫偷盗啊 我们今天做父母的 天天在教给孩子偷盗啊 什么意思啊 偷盗 各位我们一定要记得 就是占便宜啊 占别人便宜就是偷盗啊 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怎么样呢 你看出去买菜 少给点钱 多拿点菜 占便宜 偷盗啊 然后早点下班回来了 咱们一家三口出去吃饭吧 你早下班 晚来早走 下午不上班了 下午 那个工资啊 那是单位让你工作呀 才给你的报酬 你没工作呀 晚来早走啊 那怎么样 偷盗 那个钱都是偷盗啊 这个我们才知道 凡是占便宜 都是偷盗啊 我们今天做父母的 想一想 天天教给孩子呢 做什么呢 占学校的便宜 占别人的便宜 占国家的便宜 占长辈的便宜 我们做父母的 天天在教孩子这个呀 不但是嘴上教啊 自己还亲自去做呀 来 咱们全家人走了出去了 开哪里的车 开单位的车 占便宜 偷盗啊 占便宜就是偷盗 不语取呀 没人想给你呀 我们这才知道 孩子坐公共汽车 逃票 到公园里边 或者是到电影院 逃票 逃一块钱的票 那一块钱是偷盗啊 这个我们才知道 你说我 没教给他这个 我就是老想 占人家便宜 你有这个心 那个心叫 盗心 偷盗的心啊 都是灾难的种子啊 我们接着往下听 这个老妈妈呀 交给孩子 占别人便宜 交给别人 交给孩子偷盗 她的孩子很悲惨啊 她自己也很悲惨啊 我们接着往下听 不会当妈妈 那怎么做太太呢 我更不会做太太 就是在能村生活挺苦 遇到一个就是一个人 我根本不认识的 她说她认识我 就这样认识了以后呢 呃 她给了我二百块钱 我是一个不守福德 没有道德的人 就这样 我跟她就有了外遇 后来 这个人呢 是个陌生人 是 把钱给您之后啊 说是借给您 是吧 对 然后您要了吗 我要了 因为我有贪心 有贪心 她给过您几次钱呢 给我两回钱 也没说为什么 就说大家都是老乡 是吧 对 她就说她 你挺苦的 生活挺困难 你拿着吧 帮助帮助 是 然后呢 又给了您一次钱 还收下来了 然后就发生了外遇 那么 后来呢 我们再来问 这个丈夫 您丈夫知道了 怎么样呢 这个 百善孝为贤 万恶淫为首 就是淫在贫穷 也不能去做那种 不道德的事 后来我的丈夫知道以后 她不原谅我 提出和我离婚 那后来呢 离婚了 离婚了 就这样 我就把这个家 可以 拆散了 拆散了 这个家 为什么会被拆散 所谓啊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灾难的种子 根源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听到了 人家给了两百块钱 给了点钱 说帮帮你帮 那是七八十年代 是吧 那个钱还挺值钱 来给的呀 占便宜的心呢 占便宜 你有了这个心 这叫偷盗啊 所谓占小便宜 吃大亏 你家没了 什么原因呢 偷盗的心呢 偷盗嘛 什么时候 有这个想法呢 七岁 这个老妈妈七岁啊 邻居就教她偷盗 教了一年 你看看 对她的一生影响太大了 小的时候偷盗 就是不劳而获呀 然后长大了之后啊 她就形成习惯了 教给孩子去偷盗 自己还占便宜 这都是什么呢 都是灾难的根源 那我们接着来问呢 您现在家没有了 然后怎么办呢 后来我又找了第二个丈夫 因为她 我相中了她的钱 根本就不是 看这个人怎么样 她多大年 她比我大二十多岁 当时她是六十多 我那时候 将近四十岁 三十多岁 找了一个六十多岁的人 是 原因就是看上了她的钱 是 也是看上贪心 家里有钱 那然后呢 后来 我就跟她登记结婚了 结婚以后呢 她的儿女要分钱 这个钱也分了